它就是可以这样把所有东西一停脑地放在里面 懒人可以直接挂在行李箱的把手上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涵 准备出示行李箱北京了 虽然我很懒 但是我还是分享几个我平时收纳行李箱的技巧 来看看我的箱子里都有什么好处 先是衣服类的收纳 夏天的吊带短袖啊 哪一群比较多 在这里教大家一个我的生活Tips 可以对折起来 然后再对折 我们把它这样 卷起来 再这样放进去 它就是又整齐 你就可以很一目了然地看到你的衣服 这个我正用门座里的推荐 一方便又可以节省空间 然后呢就是你还可以省不了的彩妆 这个化妆包是我之前给到的一个好处 它就是可以这样把所有东西一堵暖地放在里面 然后再把它一刷去拉 就丢在包包里面 直接把它放在行李箱的一个角落里面 不用再有太大空间 因为护肤品的话 好多都是玻璃品比较容易算 可以用保鲜膜给它裹起来 然后再用袋子装起来 但是因为这次行李太多了 我呢就全都发了快笔 解放出手 就带一个小箱子 然后呢就是一些所自的生活用品 这些生活用品呢 可以把小箱子的这个空间都很好的列用起来 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迷你的一个实测纸 可以放在包包里面 非常的方便 然后还有一个自动卷发棒 懒人服了一公 又帮我卷了一次 我觉得特别好看 我自己也学一下 它大概等10秒 然后就自己分好看 波浪流出来 很棒 像我特别喜欢终极眼罩 我还有一些眼罩 在我北京的家里面 像这种真丝的 四肩踏啊 床上用品啊 包括这个小兔子它也是真丝的 抱起来很舒服 如果是照的话 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的操假 带上它就是心灵背景化 给你美美的睡一个好叫 飞机上也可以用 这种不太喜欢的男子 这个书子推荐好多次了 你们应该已经很熟悉了 我就不多说咯 对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这种U型 觉得它拨起来不软 但是带上还有支撑力 长时间用这个对颈椎来说 有一定的支撑对颈椎来说 可以直接挂在行李箱的把手上 上飞机 就可以直接用 这个美美的叫 我看 看玻璃还有什么 哦对 还有一个就是 我最喜欢的迷你防晒伞 小小的打开 刚好够一个人用 也不占地方 我去哪里都要打伞 就是防止紫外线 防止紫外线 防止紫外线 要变黑 好吧好吧 又随我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我就去收拾行李啦 那些收拔的技巧你都学会了吗 晚安 再见